這個雷達戰我告訴各位 絕對不是誇張的 三千五百公里之內 號稱你只要起飛 上三公尺就看得到 不管你是這個飛機 還是巡弋飛彈無人機 都看得到 那你會說吹牛的人 因為我看到網路有些人說 哎呀你們吹牛啊 怎麼可能啊 浪費錢 發那麼多錢四百多億 幹什麼 幫美國人看家 然後呢他一無四處講得 好像那個一無四處 所以為什麼北韓的火箭跟飛彈試射 台灣的鋪爪雷達都是第一個看到 還有這個鋪爪雷達是 那麼所有全世界美軍裝的 相關的鋪爪雷達裡面呢 最特殊的一個 他可以抓到巡弋飛彈 可以抓到飛機 他還可以抓到相關的洲際飛彈 巡弋飛彈是台灣特別要求的 因為他低海面 這樣過來攻台灣 所以我們你靠這個雷達 可以把所有的飛行器幾乎都抓住 還有包括海面上的大型 比如說航空母艦跑來跑去對不對 我們全部都可以抓到 但是他也有他的風險 你既然都可以抓到 那我問你老公第一個炸炸哪裡 炸你的眼睛嘛 所以這個地方很危險 所以他包括你到門口啊 我到了我曾經從這個開車的走路啊 走這個大陸林道 然後到了官務了以後 然後呢又開車到這個所謂的樂山林道 然後下車的停好車以後 從小徑這樣繞繞繞繞 就為了看這個雷達 那時候還在蓋你知道嗎 那我看這個雷達 結果呢你根本就靠近就不靠近 為什麼門口的那個炮全部都對準你 你知道嗎 一把炮跟阿兵哥 兩公里啦 我相信靠兩公里 就是兩公里 馬上被打掉了 兩公里 你就是沒有辦法靠近 不管你怎麼弄都不能靠近 他在山頂上 然後呢但是啊 他也知道那麼中共相關的飛彈 一定會在打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也有電子干擾 那麼巡逸飛彈的這個功能啊 而且旁邊還有偽裝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當年其實就已經建議過說 旁邊要有偽裝雷達站 都有 他在暫時的時候呢 你會突然間發現 你地圖上面所標的 樂山雷達站不見了 而是旁邊的雷達站 那個是又耳又敵 你的飛彈就會跑去打他那個地方 那麼事實上呢 那麼這個地方 現在很多地方很多 因為那個天上的人造衛星 你都在拍啦 各位人造衛星都可以拍到 Google Earth 都可以拍到我們樂山雷達站 好大好大一個啊 一面就有1700個天線 裡面有很多很多的人 包括雷神公司的美國人 也蠻多的 對 然後台灣的這個空軍相關的雷達站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那麼他們非常的辛苦 他們也冒很多的風險 為了降低他們的風險 所以呢他陣地上面有五個防空飛彈車的裝備 然後呢在山下的新竹 也把本來在萬里的天公飛彈 愛國者飛彈的那個陣營呢 調來新竹這個地方 都是為了從平地到高山啊 包括三五快炮 這些要保護這個雷達站 而他幫我們整整爭取了 7到10分鐘的時間 不要小看7到10分鐘的時間 因為對方的飛機 或對方的飛彈攻過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已經鎖定 然後打過去了 另外美軍七項軍售 已經公布了五項嘛 昨天所公布的最特殊的是 兩項是攻擊型的防禦系統 我一定要加一個防禦系統 你知道嗎 攻擊型的防禦系統 在馬英九當總統的年代裡面 時代裡面呢 一項都是等過對方越過了台灣海峽 那你們才把他殲滅 把他打 現在防禦不一樣了 因為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 所以台灣已經進入300俱樂部 海馬斯的射程300公里 然後空對地的AGM-84HK的 相關的長程徵程 這個相關的魚叉空中的魚叉飛彈 空對地270公里 為什麼不是300公里 因為要避開空對地飛彈300公里的 國際公約 所以270公里 然後緊接而來的 暗季的魚叉飛彈 就是說車子可以帶著走 不是固定的 這樣老公就打不到我們了 那麼總共100枚 各位不要小看 絕對不是本來 一些軍事專家所說的 射程只有120公里的東西啊 比我們的熊二熊三不如啊 它的射程是260公里 各位如果這些東西部署在除了台灣西部之外 它部署在東印 澎湖 東沙 那你認為他打進去中國的領土裡面會有多少 我們當然不是故意要打他們 有朝一日如果你打我熱山雷達 我就把你福建惠安的航程預警雷達一樣打掉 你知道嗎 如果你飛過來要對我不力 我們的天驅部隊 我們的金國號戰機啊 那麼在澎湖就把我們的萬箭彈直接打 把你的福建浙江所有的飛機草道全部都摧毀 很簡單 這就是戰爭 這就是保護自己 我們不願意這樣做 希望中共也不要蠢動 我們不願意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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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願意這樣做